軍組黨前瞻韓信實習生 一時興起跟著丟 立法院要求送辦 IP兩套標準 對比太陽花學運 反覆貌占領立法院 身分是一般學生 民進黨當家後網開一面 這次丟水球 身分儘管是實習生 但也是年輕學子 綠營擁有多數席次的立法院 卻是移送法辦 藍軍聲援已經認錯了學生 所屬的忠實電子報也發聲明 強調實習生行為或許不當 但絕非外界部分人士 誇大形容的威脅國安 突發事件被無限上綱到 國安層級表示遺憾 立法院秘書長林志佳批 不知所云 也被藍軍質疑 林志佳早有預設立場 尤其太陽花學運 學生們強行路過立法院二十三天 達致行使公民不服從權力 台北地院因此判決 占領立院無罪 學生丟水球 又何來影響國會議事 過去台灣發生這麼大的太陽花事件 那當時立法院對這些學生 是都沒有提出任何告訴的 也沒有任何追究 那這個蘇嘉全院長 我覺得他更應該要有議長的高度 不應該請所有立法院的資源 要來對付一個實習生 我覺得這是不必要的 當初行政院願意對太陽花學生 罔開一面 出發點不外乎保護年輕人 不希望學生在還未踏出社會 就留下紀錄 但這次事件是立委先發動 學生去實習跟著丟 立院追殺學生 卻不敢對立委開刀 更落得柿子紙挑 亂得吃麻眠 紀委台北綜合報導